新一乡台南村民宅14日晚间发生活境 受灾户金小慧一家无口生活陷入困境 县长李明珍在新一乡乡长史强陪同下 前往慰问并执政慰问金 呼吁社会爱心人士协助走出困境 县长李明珍获悉台南民宅活境家园复制一具 18日下午转程驱车前往了解 关心受灾户也希望社会人士伸出援手 透过公所村长协助让受灾户站起来 看到县长李明珍前来关心受灾户金小慧表示感谢之外 只说只想早日完成重建让自己有个家 新一乡台南村金小慧女士因为家里发生火灾 把整个栋房子都烧掉了 变成没有地方可以寄住 我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县政府就马上 动用我们的救济金 三万块来协助他 让他能够应急 谢谢县长过来帮我们 也帮我支出这个家 希望有爱心人士可以帮我 重建这个家里 对于明河村村长张明伟反映 偏远地区发生火警救援不易 林先生表示将协助民宅设置灭火器 有备无患才能够降低损失 我感觉很漂亮 看到我们成立一个 我们敦青慕林队 如果小慧女士要成立那时 可能有点困难 不然我们慕林队先成立 国川 看来推派用一个两个 大家才在地板 这样会准够对我们的政策 准够更好 我们来想办法 像这边边缘的地区 是不是我们政府来购买一些灭火器 比较大桶的灭火器 来分给这些边缘地区的住户 让他们来备用 也要教导他们使用的方法 这样的话才能够火事发生 马上可以把它扑卖 另外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防火 因为防火安全比任何的设施提供更重要 如果电线老旧了 该换新的话 我们这个钱不能省 一定要把它换掉 避免电线着火又发生火灾 林县让资政维问金三万元 对受债户表示关怀之外 也只是社会及劳动处 亲力协助家属处理后续事宜 让受债户尽早重建家园